嗨,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員林俊倩 我今天要跟大家來講一些租房子的事情 我不曉得你需不需要租房子 但是很多人如果你在外地工作求學 你就必須要租房子 那我們租房子算不算弱勢 也就是說房東會不會有一些作為 實際上是占房客的便宜 而且是不應該有的,是違法的 我過去就發現一個事情 電費 台電收了電費 跟房東實際跟你收了電費 如果這之間有價差 就是房東超收電費 那這個就是違法 過去啊,法律沒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有的房客他不知不覺 或者是說他也莫可奈何 就被超收了電費 那現在呢,我已經提案立法 在我們房租 租倫的定型化契約裡面 很清楚的規定 不可以 房東不可以再超收電費 否則就是違法 所以如果你是租房子 那你發現啊 你的電費可能被超收 那現在有法律可以保障 那我已經提案 也已經通過 那也歡迎大家 向我反映 如果你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需要幫忙的話 那第二個呢 如果你租房子 你要去哪裡租 很多人會透過租屋平台 那同時我也發現 租屋平台上面 有很多的非法靠房在租租 也就是說 他原本不可以租給逛逛客 他應該是在租屋市場裡面 但是他透過一些租屋平台 他變成了違法的漁館 違法的民宿 就是說他不應該要出租給觀光客 那這個狀況在國外發生 而且非常嚴重 在美國幾個大城市 像紐約 麥安米 他們當地的租屋平台 都被濫用 非常嚴重 也就是有一些套房 被觀光客給占用 形成需要租屋房屋的人 他無房可住 這個情形在台灣有沒有 我發現在台北 在北部有幾個地方非常嚴重 尤其在幾個大城市的地方 像我們去租屋平台 我做一個調查 你一個人 有五間十間房子以上 非常多 如果一個人就是一個帳號 他提供五間房間出租以上的 大概總共有四千多間 這裡面當然有合法 像一些清廉旅館 但是 也有很多的非法套房出租 他原本應該是正常的 房屋租人市場 但是在現在變相 變成違法的旅館 像這種情形 我們在法律上 其實政府應該要出面來支持 否則的話 在美國在國外的一些發生的情形 恐怕在台灣會再次發生 也就是正常上班上學 需要租房子的人 他反而租不到 變成了觀光套房在出租 那這一點 我們現在在法律上也要求政府 應該要出面來支持這個現場 這是我大概最近 我注意到我們台灣的房屋租人市場 有這幾個問題 我要求相關單位要改正 尤其在法律的修訂上 我們也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在租房子上面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我們沒有注意到 也歡迎大家來跟我們指教 如果你現在有困難 需要我們幫助 也請你來不用客氣 來跟我們聯絡 我是立保衛 李俊賢 謝謝大家